好 以上我们说完了 第一大段 观世音菩萨的性体性量性具 现在再来说第二大段 观世音菩萨对于 娑婆世界众生的特垂慈敏 菩萨能够解救众生一切的痛苦 能够满足众生一切的快乐 在能言经上 观世音菩萨说 我得佛心正于究竟 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 旁极法界六道众生 求妻得妻 求子得子 求三昧得三昧 求长寿得长寿 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其实观世音菩萨 真正希望的是另一切众生 同生西方得大涅槃 可是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还要让众生 求妻得妻 求福报 求长寿 求钱财 乃至求官路呢 也许会有人想 那菩萨给予众生这些五欲 难道不会令众生增长生死吗 当然不会 要知道 你自己去求来的五欲 跟观世音菩萨给你的五欲 是不一样的 自己强求来的五欲 会增长生死 增长六道轮回 而观世音菩萨给你的五欲 能够帮助你 道业成就 帮助你 撂生托死 也许会有人想 同样都是五欲嘛 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欧义大师告诉我们 以菩萨 所有一切变现 皆是真如圣身之用 皆和涅槃清净妙德 观世音菩萨所给众生的一切 都是与真如法相应 都是菩萨清净心 兴趣的自在业用 所以这些清净的功德 不会害了众生 要知道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刚强难化 难调难浮 不是你向他说几句话 他就会听你的 而且 娑婆世界的苦难 特别的多 所以想要 逗化娑婆世界的众生 不能用一般正常的方法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令娑婆世界众生 千处祈求 千处印的原因 现在我们就正式来说明 这第二大段的文句 我们先说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一小段 悲怨拔苦 所谓 无见仲迁 这就是指六道轮回中 最痛苦的地狱 恶鬼 畜生 造什么业会堕三图呢 诸位菩萨要听好了 杀生 偷盗 邪淫 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 当然 杀到淫妄 是堕落三恶道的因 这是每一个佛弟子心中都很清楚的 却还是有很多佛弟子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还是不断地造着杀到淫妄的恶业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三恶道的苦还不够了解 众生从来没有想过 随身自己烦情 所造下一时的杀到淫妄 将来会受到多大的痛苦 显代末学 就以经典 大略地把地狱的苦描述一下 所谓 无见 就是指无见地狱 欧比地狱 也就是巴热地狱的最后一个 就在娑婆世界的正下方 在无见地狱里面 有七重铁城 梁皇宝灿上说 城中苦事 无量无边 苦中苦者 即在此城 也就是 所有地狱的痛苦 在欧比地狱 无见地狱里面 全部具足 不过当然 随着众生 再生的时候 所造的恶业不同 所感造的地狱之苦 也就有 稍微的差别 在 《观佛三昧海经》上 说到 杀生的众生 会堕到 火箭地狱 在这个地狱里面 有五百亿个机关 有一张 三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铁床 上面 插满了 又长又立的铁针 罪人 从空中 掉下来以后 插在这张铁针床上面 遍体流血 这样还不够 铁针与铁针的缝隙之间 还有百万亿铁弓箭 每一支铁箭上面 都有万亿丰刃 然后 无量铁箭 一时齐发 射罪人心 一日一夜 六百亿生死 淫欲的众生 堕到了 欧比地狱之后 在烧红的热铁柱上面 会有一面镜子 这一面镜子里面 会现出男女的形象 罪人看了 起了淫欲心 马上就从男女二根 出大门火 焚烧罪人的身体 这时 空中无量的热铁刀轮 像下雨一样 直披罪人的头顶 从头而入 从足而出 脑浆蹦散 血肉模糊 一日一夜 九百亿生死 还有狱卒 对罪人 拔舌剥皮 抽肠拔肺 把罪人的心脏 五脏六腑 全部挖出来 或者是把罪人 全身堕烂 逼罪人 跳火汤 等等的痛苦 阎罗王还会陷在 这个罪人的面前 呵斥他 你赛生时 觉得杀生淫欲 很向往 你现在还向往吗 你百千亿劫 都无有出奇 诸位 我们想一想 一日一夜 死掉九百亿次 又活过来九百亿次 那是多么令人恐怖 无法想象的痛苦 因为痛苦没有间断 所以叫做无间地狱 再来说 重千 重千 就是很重的恶业 所谓的五逆十恶 当然 也就是因为造了五逆十恶 这些杀到淫妄的恶业 才会堕到三恶道中去受苦 在经典上 常形容这些恶业 使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普贤菩萨说 假使恶业有体向者 尽需空界不能容受 如果我们无量节来 所造的恶业 有形状的话 那尽需空界不能容受 不要说是过去世 就光说我们今生几十年 我们每个人所造的恶业 将来所要招感的苦果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 那要怎么办呢 靠自己 修福 修会 来灭除这些恶业障吗 那是太困难了 大家要仰仗佛力 观世音菩萨说 若有众生 持诵观世音菩萨 即大悲神咒 即使是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的恶业 也能消灭 唯除不善 即不自成 乃至有丝毫的疑心 那就不能够得到除灭 不管是现生 乃至过去世 所造的一切恶业 只要你制成的 念观世音菩萨 向观世音菩萨 忏悔 都能够消灭 那如果已经堕到了欧比地狱 怎么办呢 观世音菩萨 还是能救 一般人 一般人只知道 地藏菩萨 会到地狱 救众生苦 其实观世音菩萨 也常时在地狱 救众生苦 在大臣庄严 保王经上 当时 佛陀正与诸大菩萨 在演说佛法 这时 忽然从欧比地狱 射出一道唯妙光明 变造整个奇数 己孤独猿 整个奇数 己孤独猿 都变成了黄金色 而且 奇数 己孤独猿 顿时出现 百千七宝楼阁 百千七宝玉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树上也都挂满了 天妙种宝 珍珠阴落 当然 这种殊胜的 静妙庄严之像 出现在娑婆世界 那是很特别的 这时 除盖障菩萨 就恭恭敬敬地站起来 请问释迦世尊 佛陀啊 今天是什么因缘 为什么从地狱 放大光明呢 佛陀说 这是圣观自在 菩萨 摩赫萨 进入大欧比地狱 为了 就把一切 击重罪 击重罪苦众生 所放的光明 观世音菩萨 那进入欧比地狱时 所有猛烈的火焰 西街消灭 成清凉地 货汤如炭 都变成了七宝池 池中连滑 大如车轮 所有 折磨罪人的机关武器 完全都不能够产生作用 严若王知道是 观世音菩萨来了 便赶快到菩萨面前 鼎礼归依 供养赞叹 严若王说 归命连华王 大悲观自在 大自在吉祥 能师有情愿 具足微神力 降伏及报恶 暗去为明灯 读者皆欢喜 视线百千臂 起眼亦复然 具足十一面 智如四大海 其福至庄严 入于欧比玉 便成清凉池 诸天皆供养 观世音菩萨 就度完了 欧比地狱的众生之后 这时 除盖障菩萨 又请问佛陀 佛陀啊 观世音菩萨 他会来参加 我们今天的法会吗 佛陀说 观世音菩萨 从欧比地狱 出来以后 又再进入 恶鬼大城 所谓恶鬼大城 就是关闭恶鬼的地方 里面有无数百千 里面有无数百千恶鬼 这些恶鬼都口吐火焰 燃烧自己 肚子像山一样大 可是喉咙却像针一样细 这时 这时观世音菩萨 准备要进入 心暴虚 没有一点仁慈 没有一点仁慈 都流出甘露水 乃至无量全身的毛孔 都流出甘露水 这些恶鬼 喝到了甘露水之后 都马上喉咙宽敞 身像也都变成端正圆满 然后菩萨又在变现出 种种殊胜的饮食 令他们得大饱满 救了他们设身的苦之后 观世音菩萨又在为他们 演说唯妙佛法 令这些恶鬼都能够断除 烦恼业障 往生到极乐世界 成为菩萨 名为随意孔 观世音菩萨救度完了 恶鬼大臣的众生之后 又再继续到他方世界 救苦救难 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观世音菩萨 也常识在地狱 恶鬼畜生 为众生解苦 这时佛陀赞叹 此观世音菩萨 救度无量 不可思议众生 从来未曾修习 巨大威德 超过十方诸佛 你看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力 威神力 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能够拔除众生 甚深的业障与痛苦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力